這個地方就是阿城牆的全壯地形 有沒有看到這個島嶼 它下面有一個這個 土塵 表示它 經過斷沉積之後 還在噴發 被推出來的學物園才會這麼漂亮 所以 我們這個同胖的學物園 至少噴發兩次以上 只是噴發的時間還蠻長的 都是歷經幾百萬年前 所以說才會是這種形狀的成長 有沒有同胖在這裡就非常的明顯 好 現在在我們就一個東哥方向